今段时间在马来西亚民间兴起了挂白旗运动 为什么要挂白旗呢 是投降嘛 下面大家跟着夜莫姐一起去了解 疫情下马来西亚人民碎身火焰的阶段 马来西亚的疫情已经有一年多了 之前我的视频有分享过 马来西亚是一个接待率率非常高的国家 大到屋子车子小到电器家室都是贷款买的 至一年多的疫情 很多行业都是零收入 失业率上升 许多深陷困境的家庭 每个月还要还贷款或者是交入租金 种种原因陷入肿进的家庭数不胜数 甚至很多家庭出现断吹的情况 挂白旗运动 选择发起生命 同一天就有人在社交媒体发起了白旗运动 呼吁有需要的民众在自家外挂起白旗 以便让上有能力的人给予帮助 遥遥无期的疫情只能受妄想住极度疫情难关 至少能让几乎对生命举起白旗的人给予一点希望 一个民间非政府主持发起的白旗运动 鼓励那些生活在心困的家庭 勇敢地挂上白旗 让社会发觉它们的存在 举白旗不是投降 而是活下去的勇气 举白旗是先困的家庭 那么响应的人都有哪些呢 响应最快的是99迷你超级市场支付 类似于741 他是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 传马超过1000间的连锁店 只要有人发现在99附近有挂白旗 任何人都可以联系工作人员 他们就很快把物资送上门 还有一些慈善组织 像夜莫姐三次驱逐义工的那里 Zither Harp 看了这么多 是不是觉得很心酸 所以夜莫姐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都跟这句说 感恩我有屋子住 我有饭吃 我有身边所有关心我的家人和朋友 在这个疫情里 夜莫姐看到了太多太多贫穷的家庭 还有无家可归的人 每次都跟自己说 我们要自主常乐 我们要感恩每一天 愿每个人都能平安健康 好了 这次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